我是占主程一静 今天认识什么 百年信都庙骚乱风波延烧 那昨晚呢 再有大约60名的乌裔男子 聚集在信都庙附近示威抗议 那吸取了前两晚的教训呢 警方昨晚就部署了1400名的警力 驻守在信都庙的现场 而且呢 还封锁了附近的主要通道 不让有心人士闹事捣乱 不过在大约昨晚11点半左右呢 就有一群身穿黑衣的乌裔年轻人 突然就聚集在了信都庙附近的住宅区 那他们甚至还游行 高喊真主万岁的口号 情绪是相当激动 其中一名示威者呢 之后更在现场召开记者会 警告其他人不要践踏马来人的地位 他强调 这场集会呢是为了和平 不是要搞种族歧视 也没有要攻击应议群体 虽然警方已经多次的驱赶了 不过这群年轻人啊 依然是冥顽不灵 继续在信都庙的外围徘徊 而警方之后呢 是在逮捕了至少救人归案 才结束这场突发事件 而在昨天凌晨的骚乱事件当中 不幸被打致重伤的小整员 穆哈姆阿迪 昨天深夜也已经从书邦在野的一家私人医院 转移到国家心脏中心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而房地部长祖莱达之后也透过推特发文表示 穆哈姆阿迪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比起昨天只有40%的存活几率 那目前已经上升到了70% 康复状况逐渐好转